我相信鐵達官在調查之後 應該會對徐曉昕起訴 過去我認真揭斃的對象 包含是說閻光成 高鴻安 他們過去也都懲不認錯嘛 結果現在都陸續都被 確實被起訴了 下一個就是徐曉昕 尾朗東有涉及詐數的案情 相關的檢舉函已經發文交給國防部 那我相信國防部後續會做釐清 那因為他是屬於媒體人 是公眾人物 如果有涉及所謂詐欺的問題 是屬於與公共利益有關的事項 可受公平 我清清楚楚的說明 借給杜炳成先生的近2000萬裡面 有一部分向銀行貸款 至於一部分是多少錢 他的利率是多少 應該是要問我的婆婆 我相信民進黨政府的國稅局 是不會包庇我的 我想呢 我並未泄露任何人的病情 而是有民眾據名的檢舉 尾朗東有涉及詐數的案情 相關的檢舉還已經發文交給國防部 那我相信國防部後續會做釐清 那因為他是屬於媒體人 是公眾人物 如果有涉及所謂詐欺的問題 是屬於與公共利益有關的事項 可受公平 我作為立法委員 接受民眾的陳情並且提供處理 是屬於工作業務的範圍 我要請教一下委員 因為前幾天貼出這個 在銀行訪問的這個對話結束 為大家質疑 是不是前面的5分鐘通話以後 靠好招 然後這個律師黃帝影就說 只要拿出這個單保的股價證明 還有銀行的貸款企業約束重點自清 就是有沒有考慮 然後加上因為現在這個婆婆的房子 被質疑是不是 就是不只是一五三代 而且是隔兩週就撥款 然後還超改 就是被質疑說是不是這個房屋帶到的錢 是遠包遠周邊 一千一百萬 就是三十多元 第一喔 這些貸款都是我婆婆去做的貸款 我過去跟包含是他貸款的過程 我都並不知情 然後跟行員之間的對話 那也是我婆婆跟行員之間的對話 如果你想要知道五分鐘談什麼的話 應該是要去問他而不是問我 我是不可能知道他們談了什麼的 再來就是呢 我想這個過程相當的清楚 我如果不知道他是向哪一家銀行貸款 那我怎麼可能會知道 或者是說有協助 所謂的去喬利率喬利息的 這個時間序上面就對不起來嘛 所以如果說他們今天 要做這樣子的舉證的話 應該是要回去問皇帝穎 他的證據是什麼 他提出來是說 我在哪一天的什麼時候 跟富邦銀行的誰 去做了什麼樣的官說 應該是他要主動的提供證據 那我這邊我已經很清楚的提到了 我對於我婆婆的借款 包含是這個金額等等 我都事先是並不知情的情況 所以應該是要去問借款的當事人 而不是問我 那我在受訪的第一天其實就談到了 我婆婆借給杜先生的1880 近2000萬裡面有一部分是向銀行貸款的 有一部分 所以我不太清楚 為什麼有些人耳包到現在都還在 問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在4月13號的訪問上面 我清清楚楚的說明 借給杜炳城先生的近2000萬裡面 有一部分向銀行貸款 至於一部分是多少錢 他的利率是多少 應該是要問我的婆婆 我當然我不是貸款人 我不會知道這些細節 那是他的個人的資料 那再來我知道有人要問早餐店的部分 只要Google就知道 小吃店包含早餐店都屬於例外產業 如果還看不懂法規 有問題歡迎向國稅局檢舉 我相信民進黨政府的國稅局是不會包庇我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惡意的 那我對他提高對這方面的問題 不是為了我本人 而是為了全天下所有的人 有各式這樣的一些疾病或隱私 都不應該在討論公共議題的時候 成為一個政治人物轉移焦點的一個攻擊方式 那這個是對於公共草斷來講 是非常大的準態 所以我相信 檢察官在調查之後 應該會對小提起訴 過去我認真揭蔽的對象 包含是說閻光神 高鴻安 他們過去也都死不認錯 那結果現在都陸續都被 確實被起訴了 下一個就是徐曉欣 下一個準備被起訴的就是你 要緊張吧 來吧 感谢观看